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议员 近期加州的山火灾情越演越烈 火势难以控制 在加州的居民面对时常发生的山火 应该如何处理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场山火 延烧了将近一周 导致两人死亡 烧毁了超过500座的建筑物 迫使将近4万人疏散 消防部门预计山火还将持续大约一周 针对肆虐的加州山火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电话采访了南加州知名的保险权威 林大卫先生 在火灾前你看到外面有烟 随时注意新闻 住在家里准备撤离 如果火灾前你不管要不要撤离 我建议都是在自己清理家里 后院的孤姿 一些容易燃烧的东西 把它clean up 消掉 然后在火灾以后 哪怕是五天 十天 甚至十个麦以外的火灾 这个烟熏 因为这个灰尘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 我建议民众要拿水管来冲洗屋顶窗户墙壁水泥地 帮这些东西所有的灰尘冲到土里面做肥料为止 因为这样子对自己非常安全 尤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在撤离的时候 保险公司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虽然像家里钢琴啊 这些所有家具 你没有办法存留手据 我建议民众拿个手机 把它全部扫揽一下 存放起来 万一家里真的碰到灾难的时候 保险公司都会按照这些影像来理赔的 有消息称 河边市周边城市的房屋保险 拒绝理赔受到山火破坏的房屋 针对这件事情 林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是不给理赔 永远不能说讲不给理赔 因为保险公司一定会理赔 但是就92549 92561 这个Riberside因为靠近 Cristian Fire 很接近 而且那个烟火的威胁之下 所以保险公司把许多ZIP Code 加州大概十几个ZIP Code 都已经全部Close了 保险公司说 你不能再开始一宿保单 但以前都有效 或者是火灾以后 你可以再继续购买的 有关房屋保险理赔的详细情况 林大卫保险知库团队 也欢迎您致电热线进行联系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